那么通关一周年 香港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 已经体验了前几天的 香港跨年烟火会演的人潮拥挤 那么也许有的小伙伴会问 香港有没有哪些交通便利 但是游客没有那么拥挤的 打卡好去处呢 那么今天跟随小星的脚步 带你乘坐富裕小轮 前往大澳水乡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珠江船物旗下的富裕小轮 有些公司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 经过不断的发展 从原来的7艘船舶 4个码头以及2条渡轮航线 增至18艘船舶 6个码头以及3条渡轮航线 班次有每日的14班 增至如今的每日平均17班 从东冲利铁站步行 约10分钟到达码头 这里乘坐富裕小轮 途经沙罗湾 港珠澳大桥海豚湾 仅需半小时便可到达大澳渔村 那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呢 就是昂平360 吴总我们在这条航程中 还可以经历到哪些景点呢 那首先从我们码头出发之后的话 会先经过这个东冲大桥 然后的话东冲桥过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 就看到这个昂平360的缆车 从我们头点经过 那整个航程的话 可以说是精彩分成的 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 这个香港机场飞机的一个起降 现在呢它已经是第三跑道 已经是投入使用了 所以说它整个飞机机枪的频次会比较高 过了香港机枪之后的话 我们会穿过横穿这个港珠澳大桥 好 我们正在穿过港珠澳大桥 隔禁汉它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加的宏伟 更加的高 更加的宽阔 那么在桥顿处呢 可以发现有不少居民在这里垂掉 哇 这个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跨越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桥底下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震撼 大澳隐藏于大雨山深处的海岸边 是远离喧嚣城市的好去处 走进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 放慢脚步 让大澳带你回到九世光 感受这里的淳朴人情味和丰厚的文化 在旅程中 踏上风景优美的远足路径 除了到华旭餐厅尝一场传统美食和街头小时外 还有大澳虾酱 咸鱼等丰富的特产 很难想象在香港这样快节奏的大都市里面 有这样慢生活的节奏 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大澳相事委员会主席 何主席 那么何主席 我们觉得这个桥是非常的特别的 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 这个大澳地区人称东方威尼市 因为我们在大约百几二百年前 这个地方已经聚居住了很多移民的子弟 他们都是靠出海为生 大澳是淡家人足足被备生活的地方 他们在大雨山的潮滩上筑齐木柱 清建棚屋 每间都相互连接 建构出密不可分的社区 与家人和邻居一起在水上生活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香港的 威尼斯大澳的水箱上 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两旁的棚屋 他们的渔船停泊在自己的家门口 居民呢也生活得非常舒适 愜意 可以看到在棚屋上面的阳台上 居民种了不少的花花草草 也在自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 合着自己的茶点 这样的景色让我感觉置身于喧嚣之外 桃源之中 这些棚屋呢也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 也是大澳的特色之一 那么来到大澳这里的沙翁 就是特色美食之一 它是用面粉鸡蛋和糖做的 我们来尝一下 成个小艇穿梭于美丽的海湾间 欣赏水上棚屋 在星际大桥拍一张经典的大澳塔卡照 背景囊括绵延不断的山峰和棚屋 吃一口特色甜点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不妨冲出身来 放松舒缓自己的身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